12日,共驻新斯路法瑞德房车横川中国行动历时14天,行程5000公里,最终到达终点霍尔果斯市。 该团队由来自大陆各地的30余名车手及10名中省市新闻媒体记者组成。 一路上,队员们为了体验古丝绸之路商人们的劳苦与艰辛,自带帐篷和食品,在沿途多处荒芜人员的地区。 此次横川行动从大陆东端沿海江苏连运港出发,经过了河南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新疆,途经25个城市,最终抵达霍尔果斯市。 队员还在沿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丝绸之路文化遗址,与当地进行了互动交流活动。 新华市记者周生斌,新疆霍尔果斯市报道。